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PJ官网的安全性和用户友好 落实了三项改善措施 分别是 第一 引入第三个级别的安全性 即利用驾照背面的最后八个字母进行线上注册 以提升现有密码和验证代码的安全性 第二 通过驾照背面八个字母 增设重新取回用户账号的功能 第三 使用驾照背面的八个字母 为那些忘记所使用的电邮 或需要在线更新电邮的用户 增设邮箱重置功能 教育部近日宣布 教师可自由选择采用SPPB综合评估管理系统 或是PBD线下课堂评估 来记录和提成学生课堂评估 教育部也会提供用来线下填写2022或2023学年期末 课堂评估的新模板 以作为替代方案 教育部发文告说 该部非常关注教师在使用综合评估管理系统 记录2022或2023学年课堂评估时所面对的问题 因此教育部会致力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以确保教师们的福利受到保障 换个焦点 两岁男童在三马丹干棒 玻璃及踩石场内独自玩硕 如今却下落不明 男童失踪案是在今天下午2点多发生 男童母亲报案时说 当时男童在踩石场后方的亭子外独自玩耍 他在屋内忙着做家务 当他再次探头查看男童时 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 目前搜救队伍已在案发地点设立临时搜救中心 并以盖中心为据点 往外一公里展开搜寻 包括干榜周围 踩石场内及后方的游中园区 贼姓南改 一名涉及两宗手机掠夺案的38岁主嫌犯 在假释期间还接连犯案 失误警方在上个星期接获监狱局通报 只该嫌犯在假释期间失联 但是警方还未来得及展开调查 嫌犯就因为接连犯案 并在前天晚上和两个同伙一同落入警网 前天晚上警方在失误快点码头一带 在逮捕主嫌犯和24岁同伙时 从主嫌犯身上的背包查获一部手机 警方过后也逮捕一名女嫌犯 三名男女嫌犯昨天被推示预令 延后六天 以协助警方展开调查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